柯文哲是詐騙集團裡面喔 最噁心 最下流的那一款 你柯文哲騙的是最基層 他這個人現在已經騙到手了 他死不要臉的 對他來講唯一他只在乎就是 這才是柯文哲唯一會痛的點 你知道嗎 我昨天晚上在想 政治獻金是一大堆的 我有去查一些法條 但我到現在還沒有一個頭緒啦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這個法源依據 可以把我要的捐款給要回來 OK就是我確定的是政治人物可以把款項退回來 但是捐贈者可不可以要求 返還 我跟你講各位這會很有意思喔 如果你現在要求柯文哲把政治獻金返還的話 柯文哲是不是很喜歡講一句 把國家還給我 把國家還給你 我跟你講現在小草內心喔 都在想一句話 把獻金還給我 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真的發起一個運動喔 叫做把獻金還給我 就大概每天趙山山去拿著自己的單據跟柯文哲把錢要回來 法律上可能行不通嘛 法律上可能行不通嘛對不對 但我很想看那個現場 也就是我是小草我抖那個給你500塊過 黃世聰給他10萬塊過 當著柯文哲的面說請你把500塊還給我我不想捐給你 我很想看柯文哲的反應是什麼 因為這才是他唯一會在乎的地方 各位因為他是詐騙集團 他沒有要選舉了 你知道嗎他沒有要選舉他現在只想要拿著他撈的錢 過度過餘生 盆滿鍋滿的 所以你這時候我很想看到說這些小草說阿貝你騙著我 請把獻金還給我他會做什麼動作 如果有一個人他無所謂 10個人他無所謂 如果有100個呢 如果有1000個人呢 如果同時有10000個人跟阿貝喊著說 把獻金還給我 因為各位阿 全部都很多都不知道被柯文哲弄到哪裡去阿 搞不好在口袋阿 我不管嘛你柯文哲自己把錢掏出來阿 還小草阿 我覺得這才是柯文哲唯一會怕的一個點 就是如果現在成千上萬的小草抓公 叫柯文哲吐錢出來 就像被騙完錢的人會想要跟詐騙警員要錢回來嘛 我知道法律上可能行不通 但我不管嘛我就想看到那個畫面 而且我更會保證喔 現在捐款的10萬小草裡面至少有5萬人 都恨不得把那筆錢拿回來 你信不信 各位 應該要辦一個政治獻金自救會 I and call 自救會 各位應該要開一個I and call 自救會 然後這個I and call 自救會就是他的口號就很簡單 把現金還給我 不用上街嘛 就每天去柯文哲家遊行 跟他要錢啊 當時他們不是也這樣弄許小新嗎 我們就圍著柯文哲家 每天就說柯文哲拿著單據喔 沒有單據的不用亂嘛 我捐500塊給你 請你還給我 這才是柯文哲唯一會痛的點你知道嗎 他這個人現在已經騙到手了 他死不要臉的 對他來講唯一他只在乎就是錢 我更會保證好不好 如果現在小草有10萬人跟他要 他一毛都不會還 來 終於出來了齁 找個屁 小草有10萬人的 你其實是否小心 我想要換一個 有線紙的 我就怎麼無法挖 他們就沒辦法 我走 小心喔 我走 小心喔 我走 小心喔 手都走 小心喔 我走 小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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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邊的宮外頭 你可以去看房間 你是不是لم rai只有 我真是失敗 你怎麼問皇上 自帶清除外境都要讓他 90元嗎 你直接 divor 在這邊你還要讓皇上再來查 他剛好 他要調子的 你奶茶房 polít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沒有像那個場景 詐騙集團騙完錢之後 然後東窗事發 然後問題是法律又奈他無可奈何 暫時啦 詐騙集團前段啦 後面還是會生之依法的 然後開始躲在車子裡面 這兩夫妻 你說這個像選過總統 那搞得跟罪犯一樣 你蘇難想像喔 朱立倫 韓國瑜 侯友宜 賴金德 會這樣子 丟臉自己 先讓大家看這張圖喔 各位 這位是柯文哲的支持者 也就是所謂的小草 那基本上柯文哲的三億四千萬裡面喔 多數的來源都是像這樣的小草 穿著外套 在外面 風吹日曬雨淋 送到袋子 這是Uber嘛 UberEat 送到袋子都破掉了 那為什麼送到袋子都破掉呢 幾件事情 第一 代表他非常經常性的在使用 那第二 代表說呢 他高度的仰賴這一份工作呢 來養家活口 第三 因為更換袋子是一件這個麻煩的事情 而且也是要幾千塊的 對於這種底層的人來講呢 非常累 也所非不知 但我的意思是什麼 他沒有心思 也沒有時間 去把這個袋子修好 但他就為了柯文哲 印了 同樣size的東西 把它貼在自己的 包包上 為了幫柯文哲做宣傳 那可能每個月一天 一單外送嘛 現在很少 那錢很低嘛 可能三五十塊 但是他願意捐三百 五百 也就是十單 大概就是說他在外面要風吹日曬雨淋兩個小時 的錢 來給柯文哲 這就是柯文哲支持者 結果柯文哲拿著這些資質的錢 用騙的 沒有真的去拼選舉 也沒有真的想要選上 就撈 反正他從頭到尾他的內心裡就知道自己選不上 然後騙完這些錢之後呢 現在要幹嘛 各位啊 你有沒有看過詐騙集團 為什麼我寫IMB 他是I&Code IMB是什麼 詐騙嘛 吸金嘛 但騙的是投資人的錢 但柯文哲是裡面喔 詐騙集團裡面喔 最噁心 最下流的那一款 你知道哪一款嗎 騙錢有好幾種 你去騙有錢人的錢 人家損失了存款 不是說不可惡 但至少人家活著下去 但你柯文哲騙的是 最基層 那些辛勤 工作 血汗 一個月領三五萬塊的人 你要想辦法炸他們的三千五千 而且還不是炸一個人 是一次炸了 成千上萬 十八萬筆的人 這種人喔 是詐騙集團裡面最噁心的 比IMB還噁心 他叫I&Code 而且I&Code有兩種意思 第一個Code 是柯文哲的柯 另外一個Code 真的很Code 他對志工 對底下的人 對小草 極盡所能的柯克 結果呢 對自己呢 卻對極盡所能的擴措 當詐騙集團完成他的詐騙任務之後 他會幹嘛 吸到金之後他會幹嘛 雙手一攤 我沒錢 雙手一攤出一個聲明 各位記不記得 之前IMB還發聲明出來罵人 騙完人家的錢喔 還敢囂張罵人繼續唬爛 死不會認錯的啦 你有沒有接過詐騙電話 接到詐騙電話之後 他如果被拆穿了 他會幹嘛你知道嗎 他會罵你三隻精 他會說你家死人 他反過頭還會惱羞成怒罵你 而現在的陳志漢 許甫 就是罵你三隻精的那個詐騙集團 而現在的柯文哲跟陳佩琪 就是那些發聲明 憶正言辭 睜眼說瞎話的手腦 各位完全沒有差別的 我認真的 IMB跟IMCO完全沒有差別 唯一最大的差別就是 柯文哲更下流 因為人家騙的是有錢人 他騙的是我們剛才看到的 社會最辛苦 在基層工作的人 就是這些人 然後他說我拿到這些人的錢 他跑去幹嘛 吸完機了嘛 好幾億到手了嘛 不演了 直接說對啊 你自己活該被我騙到 我就是要買豪宅啊怎樣 我就是要買豪宅啊怎樣 陳佩琪現在的意思就是這樣 第一天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還會被演 還在演一下 想說騙局還沒有破 沒有啦 我哪有看什麼房子 我哪有看1.21的房子 我買給我兒子的啊 沒有今天直接跟你講不演了 對老娘就是看房子 反正呢我的騙局都被你們拆穿了 我跟各位講幾件事 2026 2028 民眾好像都沒有要玩了啦 但你知道這些人可惡在哪裡嗎 他就看喔 反正我的騙局破功了 那我乾脆不要演了 我的耍無賴 他們現在就跟詐騙集團一樣在耍無賴 不對他們就是詐騙集團 現在已經是龐氏騙局破功 開始在耍無賴的時刻了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就alez節奏 聖炎 福室 各項魚 筊